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在中国的机制太少了 就是我们学区派对首先初中就是为了帅的 包括中国为了什么之类 而不是因为你真的喜欢它 但当你跳过几年之后 你会发现你能力的派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你都会觉得其实 它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 不光是让自己变帅 它是给你一个寻找自己 寻找自我的一个感觉 比如说你会在学习和练习的一个活动 认识很多朋友 然后找到自己的不足 克服困难的活动 这是觉得就是喜欢不光是拍的 就喜欢你舞蹈的一种活动 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感觉 然后在练习的风格也是一样的 我们最开始可能会去罗访和去看 然后到后来就会自己想一些目的 然后去想一些自己的感觉的风格 然后美国最终成为自己的风格 这个就是目前中国的他每个想象 就是大家还是处在一个学习的阶段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更多的找一下自己的感觉 这个是在做出很多国家 看不同的舞者跳舞 其实这个是我感觉最不一样的 如果做battle的话 其实中国一点不差 大家都因为音乐背的都很熟 然后招数都很厉害 但为什么感觉就没有那么舒服 跟国外的舞者相比 就是因为大家是为了比赛在训练 不得不去背音乐 不得不去练招数 但其实呢 Happing这种舞蹈并不是为了比赛而生的 它是一种社交性的舞蹈 为了是你跟朋友的一种相处的方式 其实你就是跟朋友一起喝酒 一起说话 这都是相处的方式 同样你跟朋友一起发扁 也是一种相处的方式 他们只有带来乐趣不一样 但是跟赢哥一个比赛 和你跟朋友翘一碗 感觉也是不一样 就是说大家可以以后多尝试一下 多sive 多练舞多开心 而不是说我两个月后要去比赛 这两个月要好好练一下 跟赢哥每个月起过来退 比如说练一下舞蹈大波浪电流 所以该去怎么学习Happing 就是对于入门者来说 首先要去找一个老师 有一个比较好的老师 或者说一个比较学习基础 教基础比较好的老师 就是因为Happing作为Ostool的舞蹈玩说 是有自己的一套学习的体系的 而不是可以自己乱跳 自己乱跳那就相对比较奇怪 首先就是要找一个老师去教你 告诉你什么是Happing 对 然后要学习Happing的十几种基础动作 是基础的方式 因为我们所有的动作 不管你是什么动作 所有动作都是由这十几种动作 而演变而来的 对 不是说你做一个什么奇怪的动作 就可以叫这一个名字 而说这是我的风格 这跟Happing没有关系 Happing是有自己固定的一些风格 基础风格在里面的 所以第一点是要学习基础动作 然后呢 在学习基础动作的同时 要培养自己的音乐感和节奏感 为什么呢 因为Happing相对难 难点就在它的瞬间爆发 而且这个爆发要在这个节奏上 这个是Happing的难点 就是入门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 就是你振动肌肉的那一下 正好是Bit响的那一下 对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入门者容易抢拍 或者说开始不抢 跳一跳就抢 这可能就是你的身体没有跟着音乐的这个节奏 在同时去做力动 对 这个就是我说的两点 一是要学习Happing的基础动作 二是要跟着音乐的节奏去跳舞 这是两点 然后呢 再往后呢 就要去饶重的 看自己喜好吧 如果你喜好 比如说喜好Rubber 你可以饶重的去练一下Rubber 这样在你以后solo或者说比赛 或者表演的时候 你就会很自觉的跳出这种东西 所以这种风格才属于你自己的风格 这个就是我们着重练习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每天你也可以着重练习很多种风格 然后找到适合自己 或者说自己真正喜欢的风格 再融入到自己的舞蹈里 然后我觉得每个人有那么两到三种 比较擅长的风格 是很合适的 很合理的 但是每个人擅长的也不太一样 那在中国呢 就是 我觉得就是很奇怪的现象就是 按年代分 比如说 今年 大家都同时擅长这两种风格 明年可能就 突然就同时擅长另外两种风格 这个就很奇怪 就是说你说 为什么会大家同时在同一个时刻 擅长同一种风格 这个就是失去灵魂的 化分 就是根据流行的趋势 或者说是谁比较活动的趋势 来跳舞 失去了跳舞的意义 应该是我喜欢这个东西 就会一直跳 它不是什么流行我去学 这不是流行音乐 这也不是看电影 这是你自己在跳舞 对不对 不是你去学别人的舞 是你自己跳舞 所以坚持自己的工作 和自己的理想 哪怕你输了比赛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真正的舞者 你不在乎别人 哪怕是这样 就是说 关于帕饼来说 因为帕饼其实是一个很直观的舞蹈 就是说 每一种风格它的来源是什么 因为帕饼跳到现在 就是现在的 目前你看到的帕饼 其实跟原创的 OVIZIONAL POPPING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那个 它现在是更舞蹈化的 那我就会告诉学生们 说他可能不知道 比如说不知道 POPPING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可以让他看一下 真正的POPPING 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单词翻译过来 比如说它是一个那种 提线木偶 POPPING 就拿一个木偶 让他看一下 木偶是什么样 这样一个很直观的切入 他就会一下知道 我瞧的是什么 而且他会知道我该瞧 他可能拍子不合拍子 说没有怕 就没有关系 就没有人天生都会 这可以慢慢去练 但是他一下就记住 POPPING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 这我们来教课 对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去告诉他 这样是最简单的 你不要去告诉他 POPPING是提线木 他是谁谁谁发明了 他怎么拼 然后呢 他来自于哪儿 什么年代 这没有任何任何 关他学这个风格的东西 就屁什么 就屁关于没有任何关于 对 当然以后是会满满了解的 但是这是在他提起兴趣 感兴趣 学进去以后 对 所以对于不同年纪段的侮辱 我们的授课方式是不一样的 去告诉他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在美节课之后 你留个十分钟让大家提问 自由提问 因为它大家学习的时间不一样 有人的问题比较简单 就是你可以直观的告诉 有人问你比较深入 你可能要画图或者自己演示去告诉他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就是我美节课下课之后 都会有大概二十分钟左右的答疑事情 大家去问 哪怕问一些八卦 都可以 就随便去聊 其实这样是很轻松 而且是很有效的一件事 很有必要的一件事 最主题的 你要先学会怎么去pop 怎么去pop 对吧 然后呢 学会怎么去pop 就怎么会动了之后 第二个要学习的 并不是为什么 或者是肉 要学习的是 怎么样跟着音乐弹 对 这个是最基础的两个 就是说你什么都不会 你不只会肌肉动 然后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跟着音乐去看 我相信光这一下 就起码要练的几个月 对 当然在这几个月的过程中 你可以去学习一些 基础的动力 比如说在 比如说做法 比如说这次flex 这一些foundation move 这个叫partment rhythm foundation move 对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学习模式 而不是一上来的学 一个一套ground move 然后也跟音乐没什么关系 放什么歌我都可以跳 没有任何意义 一开始就是要学 一步一步的学 因为Ostu的练习是很枯燥的 这是不能否定的 没有一个方式 就是没有一个这种特别牛逼的舞者 说你跟我学 我一周就让你成为同学 这是不可能的 你看到的台上所有的光鲜亮丽 很牛逼的舞者 他们台下 流的汗都是非常多的 因为这是挺酷造力的人 你如果想像他们一样 你就要付出跟他们一样的感受 去练习基础 去练习基础 去练习怎么进音乐 去多看厉害的人怎么效果 去学习他们的节奏变化 去学习他们的特有能力 然后再融入自己的感觉 和自己的节奏变化 变成自己的能力 这是一个学习的模式 现在的现状就是说大家都喜欢去听一些大坦solo过的音乐 或者比赛battle中比较炸的音乐 去练习 那其实这个感觉没必要的 我们应该做到不去挑音乐 对 那个 就是说 国内的比赛确实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喜欢放一些比较流行的battle 一些比较新的歌啊 或者说 国外一些比赛放过一些比较炸的歌 那这些无论不归这是DJ的 无所谓的 大家去练习去背 OK 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更注意的是 去练习听音乐的方式 就是怎么去听一首tap 那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首先 大家很多很多的我见到很多人 听音乐的一件事是听音效 但其实这样做是挺 就是挺无聊的一件事 我觉得就是说 音效是可以去听的 但是首先第一件事是 应该跟着音乐的节奏去动 对 这也是必须的 就是说 所以就是你要先去做到 就是跟着音乐的battle和节奏去跳 然后再去跳 就就就啪啪啪啪之类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趋势 而不是一开始 听的就是那个就就就 最开始听的 应该是音效应该是节奏 你先把音的节奏 跟身体的节奏在一起 你就可以卡上各种各样的音效 而且 而且卡音效的方式 不要太 不要太就是太表面了 不要真的 你不要真的有枪声 你真的去拍枪 这样就还挺无聊 因为你不是说场 你也不是一个 有形的舞者 对 你是一个舞者 你要注意到 你要有别于其他的舞者 你要把 你要就是说每个人跳同一首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去跟别人把他做到一样的 这个就是区别 包括可能就是说我们评委去怎么看 评委也是去看如何更平稳的去表达这个音乐 或者说层次更高一些表达这个音乐 而不是很表面的啪 啪 啪 这样 之类的 这样就会显得很无聊 我觉得很多人看见的可能就无所谓 但是观众水渣 这就是很多人看过 就是说评委怎么这么盼 明明那边很渣 人家胸都顶到天上的了 明明这边什么 但是人家他只是胸顶到天上的了 他应该去参加杂技比赛 应该去参加拍子 这个就是区别的 那个声势表达 就是什么样的 那音乐是这样的 先去跟着节奏去 这是首先的 如果说身体没有绿路 光是硬拍子也挺无聊的 因为拍子也是拍子 而不是光拍子 对吧 不是拍子 也不是背 不是拍子 我们是拍子 所以你要知道是 我们跳的是什么舞 就是要先跳舞 再去卡一枪 对 当然这不是让大家不去卡一枪 音效是不去卡的 应该是在battle中 你要考虑到你的气氛 你要考虑到你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就现在很多拍子以前都是跳舞 其他的 包括我们现在都一直在跳 不同的舞 其实这就是没有任何就是 就是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 就是练习过任何一种地方 对于帕琳都是有帮助的 像那个brage 人拉平 就是这本事就是很分身 就是律动向上的一个模式 是绝对有帮助的 但是他在HIPPOP 虽然是往下 但是他的节目也往下 就是说 你可以从不同的舞种上 吸取不同的感觉 跟他留在一起 因为这是一个包裹性的强弧 你想过多少都可以 但是要跟着音乐的感觉 同样一个音乐 你可以去做向上 也可以去做向下 因为它的一个节奏是一个部分 没有一个节奏是这么的思想 然后呢 给大家推荐一些 我个人比较喜欢 我也不听话 我比较喜欢 首先最新的 就是Legend Legend每一首 这自己都是经典 大家一定要去 正规的图去购买 就可以上那个 iTones直接去买 然后 鱼头的歌也很好 对 他新出的 Kip on Dancing 和Break Breaking 两首歌是 共拍大线 没下单的 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显得 然后呢 剩下的其他的 还有很多 适合练习 运动 适合取听 放松取听 都可以 大家也可以去唱 Shane 和其他的地方下单 然后呢 其他的像 DJ Oli 像 很多DJ Quake 一些很有名的歌 DJ去做的歌 我们也很喜欢 然后 还有 Fingers Tock Bucks 也很酷 像一些 Style 我都喜欢 然后 还有 更大力 其实是 Old School 一些乐队 Jack and Roger James Brown 很多非常多的乐队 就是 Funk 乐队 都可以去联系 因为他们节奏感非常强烈 因为他们当时是真的是乐队 而不是你建台 对 直接是做乐队 而不是 就是 那种 乐队 乐队 现收 多去听一些经典的歌 因为真正的 其实是说 在我们 如果你想battle的话 在我们battle的时候 你们看的 很多视频 其实是放的 所谓的流行 就是说 大家对这首歌 都很熟 它跳起来 能不扎 就不来 但真正的 像一些很大的比赛 放的歌 两个别的舞者 不一定能听过 但是 他们同样可以唱粉丝 这就是他们的顺利 而不是放一个粉丝 大家都听过 比谁听得熟 比谁背得熟 对这个 这个就是 还挺无聊的一件事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你像KOD 你像现在流行的歌 都是以前KOD放的歌 每年的趋势都这样 KOD完了放完之后 第二年 所有gad的都对 那你们当然唱的干嘛 那当时我们比KOD 我们很没听过这个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就是说 你不要去背 原因永远背不完音乐 太多音乐了 应该去了解 每一首音乐的风格 应该怎么去跳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先进入这音乐节奏 再去跟着音乐的节奏 慢慢的跳 像有很多优秀的舞者 都是很会把握这种感觉的 像Gino 它的力量很足 技术很全面 但是它很强的就是一个音乐感 音乐感 它会根据不同音乐感 做出不同的翻译 这个是它很厉害的地方 像 像 Stone 持奏 它也是 乐感非常好 路动非常好 跟着音乐的感觉 也可以做出不同 很舒服的变化 包括现在 它的动作也有 一些改变 就是有舒服的动作 也有很新的舞者 穿插起来 对 这就是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 当然还有更多的舞者 这不一举例的 其实要告诉大家什么 它们不是背音乐的舞者 它们是会根据音乐 调节自己改变风格的舞者 这样才是一个高水平的舞者 当然这些都是在裁判眼里 能看出的 而不是说观众有的 你不要为了观众 因为赢得的掌声 规定赢得比赛 如果你想赢的话 照顾手的去做吧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Dance Talk 如果你觉得这一期有料 就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吧 我们下周一再见 Bye Bye 我可以 我可以